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一支视频就是我包包合集的夏片啦 我在这里要接着说我的另一支香奈儿包 以及我接下来还有Celine,巴黎世佳 还有一些小众品牌的包包 所以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的另外一支香奈儿包呢也是一个季节款 这个是我去年夏天的时候买的 这个包的名字呢就是flap bag 它的包身主体呢是白色的 然后它这个包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边角 还有包括了这个包 这个侧面的这个包线都是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它这个链子上面的皮垫 还有它侧面的这个皮子都是这种淡橘色的 然后它背面像煎蛋一样的这样的黄色 然后它正面的这些边角这里 就是这块是粉红色的 这里呢又是绿色的 这块又是红色的 这个地方又是紫色的 是一个非常活泼的款式 然后它上面的这个穿链子的这个扣这里呢都是树枝 也是做成了不同的颜色 可以给这样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整体就是特别活泼的一个颜色 然后包扣这里面是以色配红色的 打开了之后呢就跟那个boy是一样子的 都是一个大兜然后有一个侧袋 不过这个侧袋是带拉链的 所以比那个还好一点 然后因为我昨天用了这一支包 所以现在包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它这个侧盖这块还有一个香尼尔标志的缝线 这个包价格我记着应该是不是很贵 它比那个经典款便宜非常多 但其实它也是那个羊皮的质地 而且它还是一个白色羊皮的质地 当时买的时候心里面还挺忐忑的 觉得可能就是用不了多久 它就会被我弄得很埋态的那种状态 但其实用起来我发现它还蛮耐用的 是那种很意外的很耐用的小羊皮 我当时买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是很彩色的一个包 我就没有想过 我没有想过它那个搭配起来会很好搭 结果到手之后 我去年夏天除了背那一支L味的棕色皮的那支包以外 还经常背这一支 它比我想象中的要使用非常多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那一支包 因为它彩色的背起来就会感觉心情很灿烂 而且它这个链子嘛做得很细小的 背起来看着也非常的精致 当然其实对肩膀也不是特别的友好 不过它好在还有那么一个皮垫 所以背起来也就可以原谅了 其实侧背的时候这样子链子是有点长的 我自己喜欢把它在这个里面呢 这样找一个皮筋在这里固定一下 然后这个包袋就可以变短一些 这样也不会伤害到包链和包身 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非常无害的方法吧 可能它这个官方还是别的地方啊 或者是淘宝上有卖那一种 给香奈儿的链条变短的那种小包扣 可以固定一下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皮筋应该就够用了 因为皮筋多少都是有些弹性的嘛 这个对它的伤害应该是最小的 我觉得这个包算是我买的包里面是高于预期的 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这么喜欢用它 而且我也感觉自己以前低估了香奈儿的这个翻盖包的搭配的可能性 所以我渐渐的就开始喜欢上这种的这样的包型了 然后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入一只它的那个经典款的这个包 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意义还是跟这个比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想说的还有一个就是香奈儿的这个包 其实先抛开它的价格来说 就是它的季节并不是一定是经典款 就是最适合你的 而是说它有很多很漂亮的季节款 这一季出完了下一季就不再出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有一些很好看的包款 下一季不再出其实还蛮可惜的 所以如果你有喜欢的季节款 而且特别适合你自己的话 就如果能接受那个价位就千万不要错过 当然经典款的话 如果你下定决心要买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经典款时不时的就会涨价 这一点我觉得还挺讨厌的 所以这一只包就是这样子 这样的话呢 我香奈儿的包就说完了 所以我就接上来就是说一下 Selina包 Selina包我也只有两只 首先就是这个Selina这个Classic这一块 这个应该也是两年前买的 然后这一只包的颜色名字特别好听 是Balierina 其实它是有一点点粉色的那种象牙色 然后它五金是银色五金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淡金色和银色嘛 而且我之前试过这个Selina Classic这一块 那个金色的刻子我背上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难看 所以我就买了银色的刻 哦天哪这里面有东西 然后这个包其实跟那个 LV的那个油拆包其实是结构是很像的 都是三层 然后最里层的这个袋子也是最窄的 不同的是它这个Selina这一款呢 里面它还有一个拉链 就你还可以再给它拉一层 再加一层保护 然后它还有 还有一个不同 就是它这个里面 最外面这一层 它还是有两个小侧带在这儿 你可以放你常用的卡包什么的进去 粒里是小羊皮的 外面的这个应该是牛皮的 然后这个膜又忘记丝了 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它这个皮子呢是box皮 是以前的那种几乎没有纹理的那种box皮 然后现在新版出的那个box皮 我看它是有那种很细很小的小水波纹的 这个就基本什么都看不到 就也不是说非常的光滑吧 就是它有一个很淡的光泽感在这里 我要吐槽一下这个包 就是它这个包的这个包链这两个扣子 它这个极简的设计呢 虽然非常漂亮 但是它这个金属的包扣 棱角实在是太分明了 放放正正的 特别容易划伤自己 特别容易划伤包 所以用的时候需要非常地消息 而且我觉得像这个包 他们都说这个box皮的很容易有划痕 我发现是只要是你要当心这两个扣 它这个包就不是很容易划到的 所以用起来我觉得是需要小心它 但是没有必要特别的在意的那种类型 这个包其实自重已经挺重的了 因为它里外都是皮 虽然里面是小羊皮 但它也还是挺重的 外面的这个牛皮的质地又特别的实在 再加上这个链子这样的细 而且这个扣偶尔会觉得个的化 我觉得呢 它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包 这个用了差不多两年 我自己没有在表面发现有什么划痕 说明我自己用的还是蛮当心的 而且这个链子其实是可以调短的 我一般都喜欢把它放的比较长这样子来用 因为那样短的 我总觉得就是有点太蹲厚了 不太喜欢 我还是喜欢它这个长链的样子 所以这个classic这个包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再说一下我的另外一只Cylinder包 我一共就两只哦 然后这个包是在国内买的 然后这个是它去年新出的 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 反正是一个新出的款式叫classic 然后这个尺寸是mini classic 当时我是在北京的星光天地的 不对 应该是叫SKP了 不小心就暴露年龄了 这个包是在SKP的那个Celine的 那个店里面买的 当时是店里面摆着这一只 然后一眼就相中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蓝色特别的漂亮 而且它也是我很喜欢的银色五金 我自己背正常size的那个classic那个包呢 那个包虽然非常漂亮 但是在我身上就有点太大了 所以这个mini的size 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 我当时试了之后 我在店里面稍微有余了一下 我就把它给卖了 因为是这一款的价格跟美国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只包的材质是西翼皮的 西翼皮里面我能接受的 应该目前就只有西翼皮 因为这个西翼皮其实是比较软 然后也比较细腻 纹理也不会特别夸张的那种类型 用起来也不会觉得很too much的那种皮子 然后这个袋子呢 它是不可调节长短的 但是我习惯的是把它 有的时候想让它变短点 我就给它打个结 之前我觉得这个打结看起来好挫啊 不过其实还好的 因为它这个皮链质量也很好 也是很挺的那一种 所以看起来也还挺有性格的 这个包的容量就比较小了 因为它是比较扁的那一种 所以哪怕是这个皮子比较软 也不能放太多东西 不然它这个表面就会鼓起来 不是特别的好看 它这个里面也是羊皮的内里 怎么所有的包里面 几乎所有的包里面都有口红啊 这个可能就有点看不见了 因为它内里团都是黑色的羊皮 也是只有一个袋啊 侧面上面有两三个卡槽 然后它的这个扣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它的这个五金的设计呢 还是非常有冷角 还是很容易被碰到 所以也要小心一些 当然因为这个包本身就比较轻 跟那个classic比块头很小 它的正面看起来是比classic大一些的 但是其实它的侧面很薄很薄的了 所以本质上这一款包是一个小包 我自己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如果是普通皮的话 我可能不会考虑买的 但是因为是这个皮子 它的这个纹理就让它在不同的光下 它这个蓝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 而且到手之后感觉这个蓝色 看起来好像挺艳的 但其实搭起来还好 而且也比想象中好搭 所以这个包应该是我新买的包里面 最喜欢的一支 接下来说一支巴黎世家 这个包是个mini size机车包 当时我记得应该是那一年 它出了这个mini size 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尺寸 所以就买了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小尺寸 比它那个大尺寸看起来精致很多 红色就是正红色 搭配的也是这个闪闪的金色五金 不过我觉得它搭配的挺好 所以我就对这个金色五金也就认了 然后它这个袋子 不要看它包小 袋子还是很宽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这个皮垫在这里 当然这个包袋其实是可以取下来的 我自己是没有取下来过的 然后这个包呢是小羊皮的 我在这里呢就是想吐槽一下 巴黎世家的这个小羊皮 真的很脆弱很脆弱 如果你又是那种特别心疼包的那种人呢 那你就不要买颜色这么亮的羊皮 因为我买回去用了不到十次 我就发现这个边这里就有点掉色了 当然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那种 有一点旧旧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掉一点色也没有关系 但是它其实是真的掉了蛮多的 这就可以算是那种很明显的使用痕迹了吧 然后这个包是没有那种碎的 只是有一个这个镜子而已 最后说一说它到底实不实用 其实它特别的实用啊 因为它这个包整个就特别的软 所以别看是一个mini size 其实可以装蛮多东西的 我觉得它的容量跟那个LV的那个 Alma BB它们两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而且这个包其实要比那个包更轻一些 因为它外面是小羊皮 里面是内衬是布做的 所以整个就是很轻 它里面就只有这样一个 一个兜 然后它有一个带拉链的小侧带 也是比较实用的设计了 而且它这个外面呢也是有拉链的 其实从实用角度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包 像外面的这个小袋呢 我就从来都没有用过 所以对我来说感觉它就像是一个装饰了 你问我这个包值不值得买呢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买的 尤其是你个子不高的话 我觉得这个mini size背起来就真的特别的合适 总之找到你喜欢的颜色和材质就好了 我的这个羊皮 我还是给它做了一些保养 因为它这个比较脆弱 所以我就在这里面就是特别说一下 巴黎世家其实是有出它自己品牌的 小羊皮皮具的那个护理膏的 我买了一罐而且也不是很贵 用了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这个包上完那个护理膏之后 感觉就像一只新包了 就哪怕它那个褪色的地方 那个皮子也看起来也更漂亮一些 如果你要买这个 这就算什么爆裂玩小羊皮 如果你想买这个材质的话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它是耐用的 但是它可能会有点容易掉色 接下来我再说一只巴黎世家的包 然后这一只包也是比较轻的那一种 它是帆布拼皮条的 然后它帆布就是这种正常米白色 皮子是牛皮的 然后是这种浅灰色的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配色哦 然后它有一个可以拆卸的很细的这样子的一个背带 然后这个背带也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上面有五个扣 我自己一般都是把它扣在最短的那个位置 这个袋子呢 其实我觉得有点太细了 因为我经常会放一些就是比较重的东西在里面 就比较变态啊 会放一个iPad这种 这个包呢 内里它是有两层的 其中的一层是带拉链的这一种 然后另外一层呢 是这个侧面有两个小侧袋的这一种 然后这个虽然没有拉链 但是它有一个扣可以扣上 这个拉链其实不太好拉 所以平时我都基本不拉的那一种 然后正面我觉得这个包看起来非常好 就是它很方正 虽然它只是反部面料 但是它很方正很有型 而且大小也很合适 然后这个配色也特别好搭衣服 我觉得夏天用冬天用都很不错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 这种浅色的布包的这个保养的问题哦 像我自己觉得这个就还好 之前我有不小心把它弄了 就是有一点脏的东西 应该是没有油的那一种污渍 我自己就给它反部的表面 喷了一点水 然后擦了擦就没有了 就是用纸巾或者用布擦都可以的那种 反正这个要比想象中的要耐用一些 哪怕是很细的肩带 我觉得也是很坚固的 而且它也没有那么容易脏啦 所以其实保养上没有什么可说的就非常简单 用起来我觉得也很实用 它其实还蛮能装的 因为它自己包身很轻 所以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压扁了 放在行李箱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这个包呢我是很推荐的 其实巴黎世家像这种反部拼皮的配件呢 它是有一整套的那个设计的 大的小的都有 我不知道现在还出不出哦 如果它还出的话 反正我是蛮推荐的 因为它这个反部拼皮的制品 跟那个像Selina什么这种牌子比起来呢 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 实用性也更高一些 像其他的牌子我觉得定价就有点太高了 这个就是很划算的那一种 因为它现在设计就是换了一个风格嘛 所以我就想可能它也许就不再出了吧 总之如果它还出这个反部系列的话 我觉得我还蛮推荐的 所以我手边常用的大牌的包就是这一些 还有那么两三只好像就不怎么用的 我就不再说了 就说了对大家参考意也不大 因为它们都比较老了嘛 所以接下来我就说一下我手边的三只小众的包 然后像这个牌子其实也不小众啦 MJ这个牌子我觉得都很出名啦 它们家的水桶包就很有名的 然后我买的这一只呢是它应该是叫Elegant吧 就名字还蛮直白的 当然设计也的确很Elegant 这个包一看就让人想起Selina那个Clasper 那个包其实跟这个长得真的 它们两个真的很像 不同的就是这个尺寸要比那个小一圈 所以这个也是我买它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提大的那个Clasper不太好看 但是它又没有出带这个提手的那种小的Clasper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只 而且这一只的价格 应该Selina应该比它贵上三四倍吧 至少 这个我记着我当时大概是800美金左右买的 所以其实价格上 就我一年多的水用的感受来说 我觉得它是值这个价位的 如果它价格再高一点 我就不会推荐任何人买了 我觉得这个价位就是刚刚好 不多也不少的样子 然后它的这个里面呢 是说不上是几皮 还是个绒布的材质啊 手感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它里面也是有这么一个 没有拉链的侧带 总之就是内里都是很简单的结构 然后它这个提手也是 就是这个皮带也是很坚固的那一种 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就是如果不跟Selina的那个比的话 这个也还是蛮精致的 而且这个包型就更方一些 我买的这个是墨绿色的啊 其实它还有很多种颜色 甚至它有很多别的材质 比如说布的材质啊 还有几皮的材质 然后我买这个就是比较光滑这个皮子的材质 用下来我觉得其实它容量还挺大的 就比你看起来要能装一些 因为它这个开口很大 而且它是这种逐渐变大的这个容量的设计 这个包本身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硬 所以容量也还好的 有一个设计的点我要吐槽的 就是它这个底部不是完全的平 它不是完全的平 也就是说它不能稳稳的立住 我觉得这个还挺烦的 就你收纳的时候如果它不能稳稳的立住 其实它东倒西挖的就还挺烦的 因为其实它本身也不小 所以呢这个包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还喜欢这个设计的话呢 又觉得Selina那个负担不起 或者觉得那个没必要花那么多钱的话 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可以试试的 保养起来也没有什么压力 我到现在也没有用得出划痕什么的 然后唯一我要说的一点就是 出门旅行的时候尽量不要带这种 就是表面要看起来很硬挺的包 因为我当时回国的时候 这个包里面还垫了东西的 把它放在行李箱里面 最后还是在背面留下了一个坑 不知道怎么留下的 反正有了一个坑 因为你脱运的时候 你也看不到你自己的行李是怎样的嘛 所以这个包就是除了那一点要注意的以外 我觉得其他就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了 我觉得不能期望那么大吧 然后最近新买的一只还有这个Stack的这个小布兜 也是今年很火的一个趋势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 因为它这个如果是布料的包的话 真的就很轻很轻 夏天用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省事 然后这个包呢 我买的是橄榄绿的真丝丝绒材质 它自己其实还有很多亮面丝绸的材质 就都是真丝的 然后也有不同的颜色 甚至真丝丝绒的也有其他颜色 包括黑色蓝色 我记得还有粉红色 就总之选择还是挺多的 而且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公道 经常参与各大电商网站的折扣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 有折扣的时候入我觉得是最好的 然后这个包就是它这个部位呢 是松紧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东西掉出来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扣子 这个膜也是没有丝 反正我自己平时都不怎么用这个扣子 就把东西往里一扔就完事了 然后它里面 我是这几天才发现的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带拉链的内袋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 因为它的包口是松紧的 我觉得伸进去找那个内袋 也不是很方便哦 总之这个包我觉得到手之后 感觉是非常精致的 比那个图片 网站图片要好看 因为这种真丝丝绒 很难去拍出它实际的那种质感 所以还是要自己去感受比较好 然后这个包呢 别看很小 其实容量也特别大 因为它就是一个布兜嘛 还是这种圆形的 你可以放很多东西进去 但是如果你放东西比较多 比较重的话 它就会 就会变成这样 一个很长的样子了 就不是之前圆滚滚的 可爱的样子了 如果你想要这样子的布包的话 这个就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放上东西之后 会变形成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跟皮包一比 觉得没有什么优势吧 不过这个也是它有一个特色嘛 总之如果你想买一个小布袋 然后又觉得 Zero的那一款比较贵的话 我就很推荐这一支了 最后呢 就是我还是有一支菜篮子包 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也是我今年新买的 当时我就特别特别想要一个草便包 不能叫它菜篮子包 就还是叫它草便包 但是我又不太喜欢那些常见的款式 就总是假装自己青春不做作 然后就挑了这样一款 我当时觉得 这个在网站上看真的不错 然后上面还是皮袋的 看起来就挺特别 结果到手之后发现只有这么小 就真的特别的小 我当时拿到了之后 我都有点傻眼了 觉得怎么跟网站上看的不一样呢 而且在模特身上提着 也看起来就比这个要大很多的 我把它跟我的猫放在一起 感觉这个包就是连猫的一包装不下的那种 除去尺寸上它食物跟我心目中有偏差以外 它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草便包 它外面一个藤条或者是草便的部分呢 这样来回的用手摸 基本就是这种比较光滑的感觉 这个外面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然后它内衬呢 是这个粉红色条纹的这个一个小布兜 这个布兜被家属吐槽长得像我的睡裤 但是怎么着 它就已经长成这样子了 它也不光是一层布 其实它这个布兜里面还是有内衬的 所以这个内衬我觉得设计的还是很精致的 就是上面的这个布是可以盖上的 就感觉可以让这个包砍起来比较安全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内衬也可以卸下来 就是它可以直接这样一整个的卸下来 就是一个小草便兜了 而且它这个两侧呢 也是有皮袋可以把这个包系上的 虽然我觉得这个东西意义不大哦 但是我还是想说 这个设计也还是让它更安全吧 总之这个包其实是非常可爱的 因为我觉得用起来也应该不错的那一种 因为我试着把它装了一下 它跟那种常规的 我用的那些尺寸比较小的包比呢 它的容量跟它们比其实也不小的 就至少能装下那些小包装下的东西 然后它这个皮袋呢 是没有做油封边的每一种的 就看起来很随意啦 我不知道它的这个耐用程度怎么样 不过这个皮袋它本身的这个皮子是很厚的 应该也是可以用很久的那一种 总之我觉得这个牌子的草便包到时候还挺精致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比较好比较精致的草便包 就很推荐这个牌子啦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手边常用的包啦 好像还挺多的吧 有一些款式都是买了好些年的 所以用到现在我觉得用心的去用的话 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很久的 所以也希望我这支视频对你有帮助吧 我自己以前呢是把包看得还蛮重要的 就是那种很喜欢看包包 然后也自己很喜欢买包包的类型 像现在的话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哦 我自己对这些事情渐渐的就看开了一些 这种东西并没有到包治百病的程度 就是你喜欢然后你负担得起那你就买 然后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就感觉也没关系 反正以后也还会有很多很好的设计 总之就是不错过的尽量不去错过 错过了也不觉得可惜啊 就大概就是这种心态吧 而且我自己其实我的肩颈还有我的背的健康 其实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自己就不怎么背大包 这里面也没有给大家讲尺寸比较大的包 像我如果尺寸比较大的话 我就喜欢提反部带子那种啊 所以目前就是这样子啦 你们有什么想看的或者是对这些买包有什么问题 也都可以在下面问我 大家有什么以后想看的内容 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关注我的其他社交网络的方式 我都会在视频的结尾放出来 所以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